好真的是提醒您 炎熱夏天 剛剛就有特別看到 一定要補充水分了 特別接下來這幾天 都是非常熱的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到 很多人這樣準備上班 或者是上課 可以看到現在外頭的溫度 其實都是已經超過27度左右了 像是北部地區 目前是27 28度 南部地區大約也有28度左右 那您來看到像是 宜蘭花蓮等等也有27度 外島地區則是27 28度 不過就是目前的溫度 其實今天的高溫 跟昨天的比會稍微再熱一點點了 可以看到北部的高溫 是直接來到了35度不排除 很有可能也會來到36度 而像是中南部地區 也是33度以上 另外像是東南部地區 仍然是33度 外島也有29到32度了 另外要從微信影圖 帶大家來看到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台灣上空的雲層 還是比較偏少的 不過今天除了非常炎熱之外 其實像是中半部地區 就會開始下雨了 主要就是東風 還有東南風的關係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風面 仍然是在江南 環南地區 那麼同時它是不會影響台灣的 所以大家是可以服用 特別的擔心 但是還是要特別注意會下雨 所以從雨量圖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白天 今天北到南 特別是山區 還有整個東半部地區 其實西半部地區 都是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要特別留意了 但是從今天晚上一路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整個插雨量就會變得比較小了 那麼接下來這幾天 大家到底要注意些什麼呢 非常的容易 就可以看到星期五到星期天 最要注意的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半天的時候 都是比較晴朗的溫度 全台高溫渴望來到33到34度 所以一定要記得防曬 還要多加補充水分了 另外就是下午的時候 特別是中部山區 還有整個西半部東半部地區 都要特別留意 還是會有午後短暫震雨 出門在外呢 補充水分之外呢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季囉